現在呢老師手上您可以看一下您手邊的那個風靈器 長得像這樣 來請問一下它有沒有長短角 您覺得它有長短角嗎 應該一樣長吧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這個是有那個長角的喔 我找一個給你們看一下 我這裡有一個 喔這 對對對 這一個 你看我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這個有長短角 有沒有差一點點 對不對 另外一個辨別的方式您可以把它翻過來 把它肚子看一下 您可以發現 您手上拿到的有沒有可以看到電路板 對不對 綠綠的電路板 可是你看我手上有長短角這一個 有沒有它有攪灌像那個Diamaka那樣 亮亮的 所以我們的風靈器具有兩種 一個叫有緣 一個叫無緣 一個叫無緣 有緣跟無緣 這兩個不太一樣 有緣的我們一般都把它當作是 警報器 有沒有像我們教室啊或一些大樓 不是有那個保全嗎 請問觸碰保全的時候它會不會再發出一個音樂告訴你 沒有 直接就很大聲啊 對不對 所以它只有一個聲音 那如果是無緣的我們就利用電壓的高低去驅動它 它就產生不同的聲音 這樣了解 所以 請問老師你手上拿到是有緣還是無緣的 你看一下那個判斷 你覺得是有緣還是無緣的 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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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 你現在拿到是無緣 你拿到是無緣的風明器 那它因為 它沒有分正負級 雖然說 有些老師會說 欸有啊 我們剛剛在看這個電路板的時候 上面不是有寫正跟負嗎 可是其實它沒有分啦 就是 你接哪一個接正級哪一個接負級都沒關係 這樣了解 好 那 要麻煩大家 我們是不是有兩條公跟母的杜邦線 這個就是用來這裡的 你說 欸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接到這個麵包板上面去 其實可以啦 但是呢 通常這樣直接下去的話 通常損壞率比較高 因為有些很殘暴 就給它壓下去腳就斷了 不是一隻腳斷就兩隻腳斷 所以呢 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我現在都是用這樣子接 呵呵呵 你把這個 公母的杜邦線 你就隨便接 沒關係 這樣放進去 這樣都已經接得住 有沒有 嘿 那風明器其實 就是在我們生活裡面 應用的蠻多的喔 好 在這裡你看 家裡面有沒有這個 這個啊 家裡面應該都有這種計時器吧 最近 我們家又有一個壞掉了 又成為我的 呵呵呵 教學工具有沒有 因為家裡面好的不能這樣拆嘛 呵呵 你看有沒有風明器 所以它為什麼會叫 就是因為有這個而已啊 剩下的就是 電路板這邊做計時器跟這個螢幕嘛 嘿 所以 如果你這一顆壞掉了 你可以拆這個來用好嗎 呵呵呵 真的一樣的 呵呵 好 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還是麻煩各位 因為我們現在要接新的裝置 所以還是請你先斷電 好 請你先斷電一下 來 OK 那 要怎麼接呢 我們 會不會中呢 接風明器有一個地方 老師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能接在05以下的腳位 我們腳位不是有什麼 16啊 14啊 對不對 04 02啊 你不能接在04 00啊 這些腳位上 不行 好 但是有一個可以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這裡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有一個叫做RS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RS TS叫傳送 RS叫接收 好 那RS它也是一個腳位啊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也可以喔 但是它在積木 在用的時候 要選擇03 所以我剛剛上面講 都其實接在05以下對不對 可是這個可以 所以我們接在03 好不好 就是這裡啊 RS 你任一隻腳 把它接到這邊來 那另外一個是要接到GND接地 有沒有 就是有正有負嘛 有正有負齁 所以 我們現在呢 這樣子 來 我其中一隻 這裡 其中一個 把它接到我們開發板上的這裡 來我先拿下來給你看一下好了 我透過麵包板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透過麵包板 我們來看看 怎麼把它接到這裡 然後把它接進來 好 因為我們剛剛的 長腳跟短腳是哪一隻 呵呵呵 你如果不清楚 你就會看線 我現在是不是灰色這一條 靠左邊的 所以 我們剛才有講過 麵包板的話 是不是接在這邊 假設我接在這一根 那麼 這一整排 是不是都一樣的功能 那這樣現在接在這一排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根 藍色的 另外一隻腳 就接在 這一排的 任儀格上面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樣的功能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這樣就接好了 老師 您就可以不要客氣 把它插電喔 所以 我們這樣子 就完成了 這個 鋒鳴器的 接線